国科会TTA自2018年起,每年均以国家队的高规格阵容于CES展区打造TTA台湾科技新创馆,争取国外商机。 国科会27日举行展前记者会,宣布台湾国家代表队正式成军,将率领96组团队到CES大显身手。 国科会主委吴正中致辞时指出,这是台湾第七度参加CES大展,希望让台湾科技实力闪耀全球,并号召全球好手与企业来台共创梦想,迎接全球产业经济新契机。 现场也有不少新创企业展现他们的产品,例如这款云端游戏手把,让玩家只要透过手机,就能升级到有如使用家用游戏主机。 国科会指出,今年CES战,台湾率领的96组团队中,有近三成是人工智慧相关。 还有两成是数位医疗,都仅扣时下最夯的产业科技运用趋势。 台湾也将在当地举办半导体国际研讨会,强化台美半导体科技链接,并安排IC应用新创团队简报,以吸引国际投资目光。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人祥、杨文君在台北的采访报道。